槍油翔看的T238 一樣搞到了 我們把盒子裡面的東西拆出來之後 它基本上這是一個算是紀錄表吧 然後它有送一個 patch 我們可以黏在那個手背上的那個 然後這個不是反光標貼 它這個是絕緣貼紙 它是要讓你貼在這個電路板上面去做絕緣的 因為它上面都會有這種裸肉的金屬件 那它可能跟我們的Box就會產生短路 所以把它貼上去 然後說明書 這是英文版的 那中文版的話可能要自己額外再去下載 然後小的零件包 天空小頭就不用講了 這個就沒有什麼了 因為它還是為了要有水彈槍 所以都還是會有這種水彈槍 彈夾的那種接觸點 水彈槍的彈夾是 是要供電的 然後這個是 反光標貼 它板機在用的那個反光標貼 它用這個貼紙還蠻簡單的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它的本體 我這次買的這個是 2.0版 就是它的最新最新的版本2.0版 那之前的話是看有些網友是說它前面的一些版本可能是會有一點問題 因為它沒有幫你把電源頭打上去 這到時候你要自己打 那可能有的人可能就不會打這種頭的話可能會有問題 它是一樣是兩片裝 它這邊的話是它的藍牙 它藍牙的配置在這邊 然後這下方是它的主控晶片在這邊 這邊有再多兩條電源線出來 這是給水彈槍用的 我現在發現到它這個 需要手工的程度還蠻高的 如果是新手小白真的不建議的 真的新手小白真的不適合 因為它上面需要動到 你需要自己DIY的部分還真的非常非常多 好 這只是我們一個非常初步的一個小開箱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是做組裝 那同樣的我們一樣是拿這一把Poseidon 然後它比較新的Avenger 我們來做一個升級 我們升級T238 我們可以做一個小型的Avenger T238 T238 T239 T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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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239 T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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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248 T238 T248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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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髒的油我們都一併都把它全部一起 把它清一清 然後順便洗一洗 我們把一些髒東西啦油污啦能夠清的 每次就全部把它清掉 好我們全部把它拆解完之後接下來我們要把我們T238把它裝上去了 那T238它可以拆成兩片 基本上我們上面的這一片 通訊的這一片我們暫時就先放旁邊 小巴巴這一片的話它這邊有其實有兩條這比較細的 這是給 水彈槍用的 如果你沒有電落鐵的話 寫口前就把這兩條線剪掉 我們的BB槍是用不到的 那因為我這邊是有所謂的電落鐵所以我不會想要做這樣的事情 我可能會直接把它解焊掉 我們接下來才做貼貼紙的動作為什麼現在才做貼貼紙 因為我們這邊在加熱的時候這個貼紙可能會融化掉 這邊都有幫你標好啦 然後TOPBAR這上面這是TOPBAR的部分 這東西貼起來一點不輕鬆 尤其我上面還要 我還要拍影片然後自己這樣慢慢貼 其實我貼這個也不好貼 下方這邊沒有貼到我是覺得比較奇怪 其實下方這邊也是要貼的 我們一樣我們自己 廠商沒有說要貼但是呢我告訴你 小心死得萬年船 我們同樣自己再切一小塊下來 下面這三個點的部分把它貼起來 那基本上貼貼紙的部分貼好了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電子板機的部分把它裝上去了 那裝的時候我們可以發現其實我剛才已經有自己偷偷稍微裝了一下啦 我們發現到有個悲劇了 沒辦法組 組不上去 這邊有個鎖點 這邊有個鎖點然後這邊是我們那個槍身 固定的插銷在這邊 我們之前是都會 打這根插銷進去 所以這個洞對我們來講也很重要 好來 插銷的部分它這邊電路板上有預留一個孔 剛好可以穿過這個洞 然後原本鎖那個翹翹板的位置 它也有挖一個洞 然後這邊我們這邊有一根 凸起來當初也是給翹翹板用的 那它在這邊它一樣有挖一個洞在這邊 然後唯一它沒有挖的在這邊 這邊要把這邊這個東西把它闡住掉 那我們已經順利要將這個頭原本的這個固定的這個位置 我們把它打磨掉 看一下還有哪裡去卡 這個可以卡的地方真的很多 要裝這個好像不是很容易的樣子 它的下緣這邊 電路板的下緣這邊 它剛好會卡在這個位置上面 終於迎來我們最順利的 放進去了 基本上我們整個的修改大概就這樣子而已吧 我已經想不到還有什麼東西要繼續改了 再去改下去我不曉得要怎麼玩了 然後順的時候記得 這邊它總共12345 它總共會有5個感應器 那這5個感應器千萬不要去 被這個電線遮到了 你一旦被這個電線遮到的話 你的這個板機 這板機的感應就不見了 所以 這邊總共有5個感應器千萬不要去遮到 要不然的話你的板機的段數可能就沒了 然後線也不要去遮到旁邊這個插銷這個洞 所以你只能從 這兩個單點之間這樣繞過去 然後最下面的是我們的板子的 很細的那條紅色電源線 然後接下來是電池的負極 是這條比較長的電池負極 然後接下來才是馬達的負極線 馬達負極線永遠都是在最後一個 在最上面這樣子 整個的排列 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OK 這光學感應器的測試這個在光學的電子板機裡面非常重要 我們總共測幾個點 一個是 這個板機的 段數偵測 另外一個是三號尺的偵測 這個轉數三號尺的偵測 另外一個呢就是射選片的偵測 這三個全部都要做過測試你才全部組裝起來 要不然的話 等你全部裝好才發現到 板機不能用三號尺不能用什麼 那個就已經是來不及了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呢我們就先裝板機 裝的時候小心一點 不要去敲到那個電路板上面的零件 這三號尺在裝的時候同樣也要注意一下 然後我們這個 板子插上來 我們先稍微把這個BOX先組裝起來 然後 射選片也裝上去 好那我們這邊的話基本上我們已經有下載程式了 所以我們只要點下去 OK 傳感器監測我們看一下 D238 先成功啟用監測 喔有有有出來了 我目前的話只有辦法偵測到10123第四個沒有辦法 然後齒輪的位置我們看一下 感覺不是很好耶 然後有一點問題 好再研究一下 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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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